我們今天實驗分成四個部分 然後因為這四個部分其實按正常的量測程序來說的話 它會超過今天課程的內容 我們今天結束之後 它會延續到下一周 下一周都會繼續量 第一個部分是你用餐廳電表來量電壓 這邊其實就是我剛剛所說的就是 你要量這個D7B或A7B 就是你要練習用這個A7B跟D7B 可以看到就是我們先用這個炫耀產生器 Continue Generator 那它會產生出100Hz 這個PP是代表風對風 Pick to Pick Pick to Pick 風對風就是它最大值跟最小值 之間的壓差是兩個 那這個OS是代表offset OFF 那其實你可以直接翻譯成說就是它的平均值 這個懸波的平均值也是這個懸波的中間值 我比如說這個懸波它是從正3V到負3 所以它的中間值在哪裡? 它中間值是在0V 所以說這個信號它所代表就是說 你事實上是產生出一個正1V到負1V的懸波 它的頻率是100Hz 正1V到負1V所以說相減之後是2 那正1跟負1兩個相加 它除以2之後它就等於0V 所以是這樣子的 你產生出來之後呢 用這個三用電表 把它調到ACV跟DCV mode 分別去量測說這個輸入電壓值是多少 當你在量測這個 你的直流值的時候 就是你的直流值 它看的是平均值 Obset 當你在量所謂的ACV 代表是你要量這個 這個交流信號它的一個證明 也就是它的Pick to Pick 所以說這邊要稍微注意一下 這邊會量到VOS 這邊會量到BPP 你要自己實際上去試試看 看是不是這樣子 那下面呢 就是說我們把這個訊號產生器的來源 把它設定之後它平均值是在1 Pick to Pick變 Obset變1 就是代表說這個信號是介於 所謂的2V到0V 就是這個懸波 它的最大值是2V 最小值是0V 所以它平均值是在1V 這時候你要去量它的平均值 以及量它的這個正幅多少 那接下來我們也請你說 假如說我們再換另外一個情形 把這個需要產生器它的一個頻率 產生的頻率從100Hz 變成說100K 以及1Mbps 那接下來你再重複一下上面這兩個步驟 看看你會不會量到不一樣的東西 剛剛是用這個三用電表來量這個 需要產生器 而現在用試波器來看三用電表的輸出 就說你有沒有想過說你三用電表在量東西的時候 他輸 就是他在量電阻的時候 那其實他這邊輸他也會放一個電壓 三用電表他在量電阻的時候 他是把它內部放一個單位電壓源 或者放某一個電壓源 接下來呢 他就是接到這個負載兩端 然後接下來因為他有電壓源 他基本是電壓源 所以說他會流電流出去 他會測他自己流的電流 再看他自己所所供應的電壓 他去算說那我現在看到的這個東西 他的主抗是多少 多大 所以說我們在右邊 我們再晃了一個試波器 來去看一看說 你在量這個負載的時候 你到底放出多少電壓 那在這邊我們設定有三個情境 分別是open 就是兩端完全是空接 以及兩端有一個shion 以及兩端有一個ek 所以你可以看到下面有三個 三個你要填的部分 分別是負載是open 什麼都沒接 直接就是 相片表直接接到試波器 以及就是說 它中間跨10欧 跨1K 然後用試波器看一下 看一下他到底送什麼東西出來 那接下來進入第二部分 第二部分的話 我們就是去量子的交流信號 那在這邊呢 我們就是接一個電容跟電阻 把它串在一起 然後再跟這個 炫耗產生器接在一起 炫耗產生器 它會產生就是說 懸潑 那它的最大減最小值是1V 然後平均值是0V 這個信號代表 它是正0.5-0.5 接著我們是用這個 先用三用電表 然後把它調到ACB mode 然後去量測這個AB 電阻的跨壓 以及電容的跨壓 然後同時去量測這個 炫耗產生器的跨壓 我們在這邊其實先讓你去 看能不能 它能不能符合所謂的KPL 而且用平均值定義 也就是 你可以說 在一個回路裡面 總壓升等於總壓降 或者說繞一圈的總壓降為理 這兩個說法都是一樣 所以說 你可以用這個式子來檢視 AC的跨壓 是不是等於AB 再加上BC 這其實就叫你檢視KPL 那你用ACB mode 用三用電表ACB去量到是它的正模 就是它最大字簡最小字 剛剛是用三用電表來檢測 檢測每一個元件的跨壓 或是需要摘一些跨壓 那接下來我們就用試波器 試波器它也去量測 BAB、VDC以及VA7 這時候你所量到的東西 你不是只有量到它的 你不僅僅可以知道它的定格大小 同時你也可以看到說 它的頻率 可以看到時間軸的部分 在前面這邊只能看到一個大小 在這邊你還可以知道說 它這邊最大最小 還有它這個波形是長什麼樣子 在這邊我們要跟各位同學說 另外一個信號的表示方式 就是用向量的方式 來表示一個交流訊號 比如說這邊有三個懸波 各位注意一下這邊有三個懸波 我分別用藍色曲線 紅色還有紫色 它會對應到右邊的這張圖 這張圖你會看到它是三個箭頭 它代表三個向量 左邊是懸波 我要把它變成右邊的向量 OK 但是怎麼變化呢 就是你注意到這三個人 它有不同的一個正幅 其實它這個正幅 對應就是這個向量的半徑 這句話可能不是那麼準 就是說這邊有一個藍色的 藍色的懸波 它代表是這個東西 你可以看到它的正幅 代表是這邊的半徑 紅色它比較大 接下來這個紫色比較小 接下來你還要表示 就是說它們之間的一個角度關係 注意到你可以看到這邊 當這個藍色最大直的時候 這個紫色才剛開始 當它是在峰直的時候 它的角度是到二分之拍的時候 開到九十度的時候 這東西它才剛開始 它是零度 所以說代表這兩個東西差九十度 不同頻率的沒辦法畫 不能把它畫成像是右邊的這個像樣 除非它們是同頻率的 那你可以看到藍色跟紫色 它們差是差一個夾角 一個九十度 這個九十度是來自於說 你知道說這邊是四分之一個週期 因為我到最大直 我到九十度的時候 就要已經把 想用它是一個sin sin它到九十度的時候 它會到一 那這邊是sin剛開始的時候 所以sin到九十度的時候 你可以判讀說 這兩個差了九十度 所以它們在畫成像量的時候 它們也差了九十度 那中間這邊是紅色的 可以知道說它是介於藍色跟紫色 所以說它這邊會有一個角度 它是介於它們兩個中間 那假設說我要去了解說 這兩個東西它們的相位差的時候 我們還有另外一個做法 就說豬肉剛又好像又是sin 它有做法就是說 你就直接把這兩個時間差抓出來 時間差抓了 比如說它們差了十 但是這整個週期呢 是一百 這代表什麼意思 我們差了十分之一個週期 十分之一個週期 然後再乘上三百六十度呢 我們就差了三十六度 你實際上在算角度的時候 你要先把時間差算出來 再除於整個週期 我是站了十分之一個週期 接下來我再換個角度 想要三百六就換了三十六度 所以說紅色它可能相對於藍色之間 它們差了三十六度 讓這邊這個圖有點失真 就是這邊的角度差 這邊的角度差 它差了三十六度 我們在量測這個三個懸波的時候 你要把他們的波形 應該說要把它畫出來 你要畫出來之後呢 你才能去 去特別了解說 它們的正弧大小 以它們的相位是多少 你這些東西做完之後 你要去檢視就是說 A锡這個向量 是不是等於AB的向量 再加上B锡的向量 注意到 我現在把科西套定律 變成說它是向量核 我這個AC的向量 會不會等於AB的向量 再加上B锡的向量 答案是會的 所以說 我們要請你去檢視這件事情 那這邊你可以看到 它還有一些不同的設定 就是說 它還有熏耀傳器是 1kHz以及10kHz 所以各位同學 在不同頻率下 都要試著去驗證 這個所謂的向量 這個Facer Domain的KVL 那這邊 其實你要使用講義出來的話 你就可以在這邊去看到 你可以看到這邊有三個 一把1k以及10k 然後這邊你必須在這三個頻率下 你就畫出他們的一個配色代表 那還有就是說 我們接下來要量 一樣是量這個 AC訊號 但是這個東西讓我們同時要去 讓各位同學了解到 就是我們可以用電容來隔絕 PC訊號 但是讓交流訊號通過 電容是各位在電容學第六章 其中考結束後會學到 那 在目前這個階段 各位只要去知道說 它可以讓交流信號通過 什麼意思 就是說 這邊假如有一個懸波 有一個懸波 比如這個懸波 它是從1V到3V 它是從1V到3V 這是什麼意思 就是說 它的最大值3 最小值1 它的平均值是2V對不對 平均值 平均值值的意思就是DC值 它的交流值呢 就是它最大點最小是2V 所以說它的交流信號是2V 它的直流信號是1V 你在這邊換個電容 這個電容會去隔絕 左邊右邊的直流值 只讓交流值通過 只讓交流值通過 就是說你的懸波會在這邊出現 但是它的平均值已經不在 左邊的1V 它會掉到 它會掉到0V 因為這邊右邊是 它在直流的狀況下 在直流的狀況下 這個點 它的平均值會在0V 就是說你這邊右邊角 沒有加一個電壓遠距 給它一個電壓的話 那它就會停在0V 所以說右邊一樣會看到一個 一個懸波 但是它的平均值會掉到0V 那你用這樣子的信號 再去驅動這兩個電壓 在上面產生一個噴壓 你可以看到右邊的信號 相對於左邊來說 應該是說它的平均值會停在0V 而且它的正幅會是左邊的1V 而且它的正幅會是左邊的1V 在左邊這邊 我們是設定了一些不同的狀況 就是給予不同頻率 比如說10K 以及100Hz 需要產生期 上面呢 正幅是1V 然後它的平均值是0V 在這邊這個狀況 其實在第三個部分 假如說它把左邊這個平均射成0 右邊的平均值先天也是射成0 所以說它沒有充電的路徑 所以說它這邊已經是0V 那 結果就是 你在左邊跟右邊 看到平均值是一樣的 因為左邊它已經就是直接把它降到0 但是右邊你會看到這邊 它的信號應該會被衰減一半 因為它這邊它不是跨在 假如是直接在這個點看的話 它會看到全部的白 但是它是在這個 用電圖分下方 它在這邊它只會看到一半的白 所以在這邊我們一樣希望你能夠去看這個 輸入電壓跟輸入電壓的正幅 他們的向小 這個所謂的向位 你必須要把一個設為0 因為兩個向位之間 譬如說你今天是兩個向量 兩個向量 你知道它們有向位差嗎 你在這邊我們只能知道說你們兩個之間差多少 那我們必須把一個當作參考的向量 也就是說我要把A B B C A C 其中一個設為0 另外兩個東西是相對於這個所謂的0 它是正極度或負極度 所以就是 這個上面是用試波器 下面呢則是用三用電表 三用電表把它調到這個 分別調到BCV跟ACV mode 分別去量測這個懸播它的公費公值 以及它的平均值 第四個部分 我把這個訊號把交流訊號傳過來 傳過來之後 接下來我這邊有一個DC 這個是拉到Pulse Prime 拉到電壓源 然後這邊它會在這邊一樣產生一個 產生一個跨壓 在1K O5上面產生一個跨壓 第四個部分其實 它是應用了總結定比 輸入盆基選 輸入盆基選指的是說 在一個電路裡面 任一個圓件的跨壓 它都不是由三一個圓 假如說這裡面有五個圓的話 那這個圓件的跨壓 它就是由這五個圓所共同提供的 每一個圓它都會提供一部分 一部分的跨壓 最後你看到這個跨壓 K O5上面的跨壓 它是由左邊這個交流源 它透過這個電容 它直接送進來一個交流訊號 再加上這邊有一個直流源 它會在這邊產生一個分壓 送給它一個直流訊號 所以說你透過調整這個直流源 你可以去調整這邊的直流訊分 透過調整左邊這個交流源 你可以調整它的交流訊分 所以說在這邊 我們就是去把這個直流源 直流電壓源 把它的定壓調一伏三伏 然後讓你去看一下說 跨在這兩個端點 它的跨壓是怎麼變化的 你在這邊下面 它下面有X軸是時間 Y軸是電壓 等於說你要把這個 你在視波位上面 所看到的信號 劃在這個圖上面 那同時呢 他要請你去驗證一下 請問一下這個輸電壓 是不是等於這個VDC 跟這個VDC 兩個相加 好 那我們先講理就到這邊 各位可以開始做實驗了 謝謝各位